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咖啡麥包啦 噔噔 不是啦 該是來破解大家的女私啦 不要什麼女私 我們常去這個超商超市在賣 這個米干擺一擺款啦 小包有大包啊 我現在大包都在特價 到底要買帶就比較划算咧 浩哥不用玩了 一定是大包划算 真的嗎 還有小包划算咯 我們今天就來實驗看看 雖然這個實驗沒了 但是應該蠻受用的 好不好 我們就來實驗市面上的餅乾 四隻多大包裝比較划算咯 我們挑選了市面上幾款大家常吃的品牌 有小包有大包的 誰款在殼什麼樂果 小包17塊 大包30塊啊 一定大包比較划算咯 好 這樣就來量量看小包的多重呢 來 小包裝58克 所以平均下來1克是0.293元 再來看大包的 大包是106公克 所以平均下來1公克是0.283元 大包真的比較划算咯 不要說不用錯啊 不信邪 我們換下一包來 再來看這個少力少吃 小包是20塊 大包35塊 這太貴了 但一定是大包划算 量量看就知道 小包的是56克 所以平均1公克0.357元 再來看大包的 大包的是95公克 所以平均下來1公克0.368元 小包的0.357元 大包的0.368元 小包的比較便宜啊 不能啦 捏到齁 他出大包的幹嘛 所以這一台的齁 要小包的比較燙 再來看卡三明仔的養育片 小包的18塊 大包的35塊 先量小包的 стан多少功克 45公克 所以平均下來1公克0.4元 哦 這多ри票 tough 要0.40塊 馬上來量大包來看 大包的82公克 平均的公克要是0.426塊錢 oggi Testament 0.426 連包都沒錢 算半誤 可以餓一包 來 我們再換下一包看看 已經快餓了有兩包 所有大包都沒辦法 下一個品牌 下面一塊一塊 海 particle 不乖的 壞壞 小包10塊 大包多 chests 小包有 24克 1克416圓 再來我們有大包的喔 大包的54克 所以平均一克0.370元 大包的便宜很多耶 喔 怎麼會是首拍子啊 喔 這樣你沒有拍壞 你乖乖 再來我們在阿哥的謊言影片 小的是32塊 大罐的是59塊 馬上來看看小罐的多少 小罐的62克 所以停下來一克要0.516 這四罐就沒兇耶 大罐一定贏啦 馬上來來看看 大罐的120克 平均一克是0.487塊錢 哇!很大罐,太多了 所以從大罐才划算 這樣這罐,要不要大罐才划算 而且我都是用這個原價去划 這個才公平,不是特價 全部都是原價的狀況下 不信,下一排 果然這厲害,三種包裝 小包大包,特大包 小包是20塊,大包的35塊 特大包120塊 這看起來真的很划算 沒有啦,再是不是這麼划算 量量看就知道 小包的45克,平均一克是0.444元 欸,不凶耶 他0.444耶 馬上量量看大包裝 大包的75克,平均一克是 0.46666 好,大包的比較划算 欸,小包比較划算啦 來,太期待了 大包裝要125塊 到底有沒有比較划算 總共是276克 平均是0.452元 喔,新人的發現 傻瓜 這麼大包沒有比較便宜 真的 最小包的 最小包最便宜 它0.444啦 那出大包就幹嘛 耍我啊,耍我啊 算盡白喔 我們要像這一包的好了 好不好 最便宜啦 YA 實驗結果 3比3平手啦 才大包裝已經比較划算了 一般一般的機遇喔 所以這樣統計下來喔 多利多士、勒士、卡廷娜 我們要這個包的比較少 啊,平均喔 乖乖乖的可樂果 買多包的比較好 學會了嗎 齁 這一次也沒差多少錢 沒差吧 這不是差多少錢的問題 是 這個問題啦 是是 要整個就不爽嘛 對不對 啊,今天到今天後來 要跟他講話就是 欸 啊,沒吃就要吃虧了 哈哈 吃一隻要吃虧 對嘛 吃一隻要減肥 對 還要再計較幾塊錢 沒錯 何必咧 賣家就沒錢了 真的啦 難怪那一口氣業配六家廠商 對啦 沒人在業配耶 下次見面了啦 神經病 再見啦 阿皮貓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江北包 江北包人家吃 怎麼怕貴咧 電腸還吃 已經64公斤了 不要再吃了 不是 你160公分 160公分 64公斤 哦 你太閒了 你不要再吃了 啊,你買多少